吉吉正公所与爱疗国小合作共同办理的 我的社区现在进行是社区逃逸教学活动 日前在爱疗国小盛大举行 吉吉正公所秘书张造宗指出 此次的课程是针对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生来上课 并借此提升逃逸文化 很高兴好 我们公所跟爱疗国小合作 我们成功争取到文化部社区营造的一个补助款 那这次是针对我们本证的逃逸文化 然后由爱疗国小这边的小朋友开始来进行这个逃逸 演习的一个课程 希望小朋友能从自逃的技术 来了解我们本证的一个逃逸文化 也从下扎根 爱疗国小校长指出 希望借由逃逸教学将逃逸文化向下扎根 让学生学习基本学科以外的事情 我觉得它会很玩玩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我很多的新传 爱疗国小的城门吉正公所 协助我们爱疗国小陶逸的教学 造就我们学生从这个教育往下扎根 陶逸能够陶冶个性陶冶心理上的启发 让我们学生除了功课上的学习之外 我们艺能方面也是在提升 感谢各个机关来协助 新议员陈淑慧 感谢正公所及爱疗国小的用心 不但聘请积极在地知名业者 天心鸟的师父前来教导 也期盼既有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淘 制作淘 我们感谢我们吉吉正公所 结合爱疗国小 写计划 然后向文化部争取军会 寄注到我们爱疗国小 能够邀请到我们吉吉正 天心窑 到学校来教 国小12年级 认识淘 创作淘 这个学习的课程 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我们吉吉正公所会在编列更多的金会 然后邀请高年级的学生 甚至扩大到爱疗社区的居民 共同来做一个参与 吉吉正陶椅非常的有名 尤其更以天心窑更为出名 而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导 爱疗国小的学生 制作陶椅 除了可以推广陶文化以外 也希望既有课程 能够让学生更了解 吉吉正的文化 记者邱平毅 积极采访报道